世上直男千千万 玉华娱乐占一半 被问到女生生病怎么办 范澄澄直男发言 不吃药呗 不吃药呗 给你一个 你喊什么就完了 那你喊干嘛 救不了了 咪咪已经给出了两个完美答案 你偏要剑走偏锋 碧文俊更是霸当 如果比如说 这个女生今天喷了 你不喜欢闻的香水 碧文俊同学 你会怎么说的 就你回去换一个 这个太难闻了 我不快速 好一个回去换 要不你跟喜欢的香水约会算了 等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 更是一波死亡发言 如果一个女生 每天找你微信聊天 每天 哇烦死了嘛 好好好 一个偶像自觉性 而王一博更是出了名的直男 美女小姐姐成香一面走来 大家都狂赞不举 只有王一博 你像一个体操运动员 你以为她只是对程骁这样吗 国民女儿宋子娃儿也在她这碰过病 那我明天去录节目 我说我谁都不认识 我只认识你 我说那你照着我 之后我就一直在吵着睡觉 因为我真的自己特别无聊 她回头跟我说 就说你是我见过话最多的人 你家里的人没有嫌你烦吗 嫌你烦吗 烦吗 就连广小童美滋滋的玩着泡泡都被制裁 夏天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蜜 呀 兄弟 呀 兄弟 不能告诉你 只能说王一博的粉丝 就放一百个心吧 要说月花之男怎么能少得了朱正廷 那比如说你喜欢的女孩喝过的咖啡 你会拿下刚好就 那我也喝一口啊 我得可成什么样子 我才会喝 或者是说我没有时间去买 我又不是没长腿 我可以跑去买 怪不得我们杜总允许他们谈恋爱 比如他们要去谈恋爱的话 你会允许吗 允许啊 就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 这波你在第五章